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在首相当中的纹理相互交错 形成非常极力的符号 三角纹 元宝纹 宝传纹等等 这个是有才库 并且加上迅宫高凸长色红润 手软如棉 迅宫高凸 太阳线非常的明显 玉柱纹自下而上 能够横穿两大主线 并且直达中指 这个富贵程度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有才库 有形态特点 再加上这个食指跟无名指等长 这个都是成功富贵的概率就更高了 因为这个都是几大几地的象征 都集合在一起 通常好的首相都是这种特点 要么就是不好的首相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特点都很差 好的首相就是 就是要来好的都全来了 什么纹理啊 这个形态特点啊 这个长色红润啊 这种东西都全都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首相的一些案例 就很奇怪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凤眼纹 藏宝纹 三公饱满有肉 事业线清晰直上啊 像这种刚才说的 所有的吉利的东西都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 这种就是首相是富贵无鱼 富贵无鱼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 这个首相当中 从感情线来看啊 这个有一些断裂并且分支 所以说容易出现离婚的迹象啊 如果是没有离婚 那么在婚姻当中 也是有很大的波折和坎坷啊 爱情上容易受到严重的打击啊 而且呢 再加上结婚线三条 也预示着这一点啊 结婚线是一少不一多啊 而且呢 从结婚线来看 你是属于一片早婚的类型 早婚就容易离婚啊 这个 有这种概率存在啊 就早婚 现在很多90后00后 这么早就结婚 很容易就 这个因为一些芝麻粒的小事 或者是因为你的个性啊 还没有成熟 就很容易离婚 从结婚线一看 结婚线一看 就很偏向于这个 这个 这个小指的根部 就代表早婚 早婚 并且容易二婚 好了 有关这个 感情的一些文理呢 包括富贵的一些文理 也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 面相关门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